聚焦今日事实 纵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主持人子萱 今天是2月23日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月23日 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镇货运列车出轨事故发生三周之后 联邦运输安全官员终于发布了初步调查报告 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报告 没有提供火车脱轨的确切原因 但是概述了几个运营问题 报告指出 当地居民的监控录像显示 在脱轨前的最后阶段 一个车轮轴承似乎出现了过热故障 车轮轴承和受影响的轮组已经作为证据被收集 将由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检查 根据介绍 未来的调查将集中在车轮和轴承 油罐车设计和维护程序 脱轨损坏 检查实践和事故响应审查 2月3日晚上9点左右 一列向东行驶 在有危险化学品的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的货运列车 在俄亥俄州东部小镇东巴勒斯坦附近脱轨 并且燃起了大火 根据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的报告 该列车共有38节车厢在事故中脱轨 其中11节车厢运载了有害化学品 根据报告 火车出轨时的行驶速度大约为每小时47英里 低于每小时50英里的最高授权运行速度 列车的正向控制系统出轨时正在运行 以防止超速脱轨 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指出 该列车经过一个路边障碍探测器时 曾收到一条警报信息 它只是机组人员停车检查过热的车轮轴承 当时轴承的温度记录为华氏253度 高于200度的预值 而早些时候经过前面的故障探测器时 检测系统记录的温度为华氏103度 报告称 收到车轮轴承过热警报信息之后 工程师采取了制动措施 机组人员观察到了火光和烟雾 并且通知调度员列车可能出轨 经过后者授权 机组人员采取了更多紧急措施 断开了车头端机车的连接 并把车头移动到距离未连接车厢 大约一英里的地方 列车脱轨事故发生之后 俄亥俄州应急部门紧急疏散了 事发地点周围一英里的2000多居民 根据报告 事故发生时 五节出轨车厢内载有 11万5580加轮的绿一烯 这五节车厢继续引起关注 因为其中一辆灌车内的温度仍在上升 显示正在发生可能导致灌车爆炸的聚核反应 脱轨事故发生三天之后 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决定采取受控释放措施 操作人员挖出沟槽以容纳灌中流出的有毒液体 为了加速蒸发 干脆点火燃烧 尽管该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但在火车出轨几周之后 俄亥俄州官员报告称 事发地点附近的溪流中出现了大量死鱼 一些在受控释放期间被迫撤离家园的居民 因担心健康受损 对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提起了诉讼 由于事发地点靠近宾夕法尼亚州 该州的州长夏皮罗宣称 其办公室已对出轨事件采取刑事转接行动 俄亥俄州的官员表示 他们也可能对诺福克南方铁路采取法律行动 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镇独火车脱轨事件 给了特朗普一个吊打拜登政府的绝佳机会 2月22日 这位第三次问鼎白宫的前总统 抢在拜登前面牵临事发地点 痛批拜登对该事件漠不关心的反应 完全是背叛 在毒火车脱轨燃烧的灾难发生两个多星期之后 东巴勒斯坦镇的居民和领导人越来越沮丧和愤怒 2月22日 特朗普抓住机会前往当地造势 他戴着自己标志性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帽子慰问当地民众 还给他们送去瓶装特朗普饮用水 当天 在俄亥俄州和当地官员的陪同下 特朗普的车队出现在东巴勒斯坦镇时 媒体称他看起来就像总统一样到灾区视察 特朗普还在当地发表讲话 称东巴勒斯坦需要答案和结果而不是借口 2月3日 有毒火车脱轨 大量有害化学品燃烧之后 污染了事发地点及周围的空气和水 这场灾难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分歧的最新战线 特朗普抨击联邦政府反应迟缓 白宫则反击称 特朗普执政时本来可以采取更多措施 来加强铁路和环境安全法规 这次访问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 给去年11月宣布开始竞选以来 几乎没有举行过任何造势活动的特朗普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让他可以重新扮演他当总统时经常扮演的角色 即调查灾难损失 并在悲惨事件发生之后与灾区民众会面 他赞扬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同时也提出了批评 特朗普当天在东巴勒斯坦镇消防站发表讲话时 抓住拜登对万里之外乌克兰的突然访问 讽刺说他希望拜登回来时 能给东巴勒斯坦居民留下一些钱 拜登这次突访基辅 又给乌克兰送去了5亿美金 白宫为拜登对俄亥俄毒火车脱轨事故的反应极力辩护 称联邦环境保护局 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官员 在脱轨事故发生几小时后就赶到了事故现场 白宫表示他也提供了联邦援助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一直与俄亥俄州紧急行动中心和其他合作伙伴协调处理善后 2月23日俄亥俄州官员估计 本月初该州毒火车出轨事故已造成43700多个动物死亡 恢复当地环境所需的时间目前仍无法确定 上周俄亥俄州官员认为 毒火车出轨事故导致3500个水生动物死亡 但是他们对事发地点方圆5英里区域内的动物进行重新评估之后 该数字被大幅调高了 俄亥俄州自然资源厅主任玛丽莫茨当天表示 新的估计是根据更新后的情况重新计算得出的 在2月6日、7日两天时间里 工作小组在4个不同地点收集了样本 共发现了2938具水生动物尸体 其中2200具是小条鱼 其鱼为别的鱼类、两栖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根据该样本量 官员们计算出了受毒火车脱轨事故影响的 一定范围内动物的总死亡数 结果表明死亡数字明显高于最初的样本 莫茨称 最新估计表明 38222条小鱼因毒火车脱轨事故而死亡 另外有5500个其他生物 包括其他鱼类、两栖动物等等 莫茨表示所有这些动物都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立即死亡的 不过没有发现任何边微物种 该州自然资源厅还收到了三只鸟和一只附属的死亡报告 但在进行调查之后 没有发现任何化学物质中毒的证据 莫茨认为没有理由相信这些陆生动物死亡 是化学物质泄漏造成的 关于当地环境恢复问题 莫茨称 环境完全从损失中恢复所需要的时间还有待观察 我们对此没有答案 但恢复不会很快 2月23日 总统拜登提名印度裔企业高管阿甲伊班加 担任世界银行行长 并盛赞班加在建立公司伙伴关系 以应对金融包容性和气候变化方面的经验 世界银行日前透露 他预计将在5月初之前选出一位新行长 以接替上周宣布辞职的马尔帕斯 世界银行行长负责监督上千亿美元资金的工作 美国总统提名的人选基本可以确保顺利接任 该行正着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 以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其他紧迫挑战 拜登当天发表声明说 阿甲伊具备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领导世界银行的独特能力 他在30多年时间里成功建立并管理全球公司 这些公司创造就业机会 为发展中经济体带来投资 并且指导组织度过根本性的变革时期 拜登还特别提到搬家在一系列组织中调动公司资源 应对一系列气候变化等紧迫挑战方面的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 世界银行行长历来都是美国公民担任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欧洲人领导 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实力不断增加 呼吁变革的声音越来越高 美国对搬家的提名是最先公开的 但世界银行将在3月29日之前 接受其他成员国的提名 德国本周称该职务应该由女性担任 因为世界银行在其77年历史中 从未有女性领导 美国政府一位官员表示 他们不知道其他国家会不会提名该职位的候选人 搬家在印度长大 现在是美国公民 目前担任美国私募股权公司General Atlantic的副主席 他掌管万事打卡公司12年之后 于2021年12月离任 曾在那里设定了到2025年 让10亿人和5000万小微企业进入数字经济的目标 搬家还担任中美洲伙伴关系的联合主席 与副总统贺锦丽密切合作 为中美洲北部动员公共、私人和非盈利资源 联邦财政部长耶伦称 搬家在万事打卡的经历 和他把私人资本部署到气候解决方案中的工作 将帮助他实现世界银行消除极端贫困 和扩大共享繁荣的双重目标 他表示 搬家先生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盈利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的记录 他具有独特的能力 可以帮助动员私人资本 并推动实现我们共同目标所需的改革 2月23日 纽约时报报道说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联邦司法部已经要求一位联邦法官 强制前副总统彭斯 在涉及特朗普企图退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案件中 向联邦大赔审团作证 以防止特朗普利用行政特权阻止彭斯作证 这个要求相当于强制性的先发制人动议 目的是在彭斯提出特权要求之前就强制他作证 这项动议是近日在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 这是一系列防止接近特朗普的证人逃避回答问题的最新举措 根据接近彭斯的人士透露 彭斯将力图抵制大陪审团的传票 他计划辩称 他当时身为参议院议长 根据宪法中的言论或辩论条款 他不受行政部门的法律审查 因此不应被迫作证 去年秋季 彭斯的前助手马克·肖特和格雷格·雅克布 曾声称享有行政特权 试图逃避在大陪审团面前提供证词 当时司法部提出了一项密封动议 迫使他俩作证 最终他们都回答了问题 2月23日 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宣布 厨房电器品牌厂家科索里 正在全美召回200万个空气炸锅 此前该公司接到了205份有关空气炸锅着火 燃烧 融化 过热和冒烟的报告 所造成的伤害包括表面烧伤和财产损失 肖安伟敦促消费者立即停用这些有问题的产品 其公告称 这些产品的电线连接容易过热 引发了对空气炸锅着火 烧伤和造成其他伤害的担忧 科索里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 经过彻底调查 我们确定 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 被召回的空气炸锅内的压接封闭端连接器可能过热 造成火灾和烧伤危险 根据介绍 从2018年6月到2022年12月 这些空气炸锅在亚马逊 Best Buy Home Depot和Target等零售商出售 价格从70美元到130美元不等 其中 科索里在全美售出了大约200万个不同型号和尺寸的空气炸锅 在加拿大和墨西哥售出了27万个具有潜在危险的这种产品 2月23日 有报道说 代表前特朗普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因他未付将近50万美元的律师费 近日把他告到了法院 根据报道 达维多夫哈彻和雪铁龙律师事务所上周五提起诉讼 称他们2020年11月到2022年11月为班农提供法律服务 但他还欠48万美元未付 该律所的诉状称本案要求支付一笔48万0487.87美元的未付法律服务账单 并安排一次合理律师费的听证会 该律所曾在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中代表班农 包括他被调查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暴动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传唤 以及他随后因蔑视传票而受到的审判 去年班农被判定蔑视国会并被判处4个月监禁 他还在被此上诉 该律所的诉状称 班农的法律费用和支出总额超过85.5万美元 而他只付了总账单中的37.5万美元 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美国 我是子萱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且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